风中奇远,中天娱乐台敬请期待 年终尾牙季到了 也是艺人抢红包最好的时刻了 今年尾牙最受欢迎的是实力派唱将 能说会唱会营造气氛的这个黄小虎 他一个人就要唱60场 可以让他赚7200万 接下来看到是姐姐 电影女神他也可以赚2400万 还有是陈士安 唱功傲人也让他的尾牙可以抢个2000万 不过这些天王天后门 钱要抢肝也要顾哦 又到了年终尾牙所忘记 犒赏员工辛劳 最想看到哪个大咖歌手现场演出呢 今年的尾牙表演场又是谁最会赚钱 POP天后黄小虎去年为了发专辑婉剧邀约 今年狂间60场 吸睛7200万元称霸 名副其实的尾牙天后 拉翻天的姐姐谢金燕 扭腰摆臀炒热现场气氛超级嗨 今年热度依旧不减 谢金燕超敬业的演出 加上美腿吸睛 舞群华丽 道具美美创下新意新招 尾牙接下12场 近账2400万元 拿下亚军 唱功傲人的陈世安 一首天后传唱大街小巷 50场尾牙遍及北中南 吸睛2000万 拿下第三名 尾牙场上怎么能够少了竞歌热舞 肖敬腾 肖黄旗 肖亚轩 分别是1750万元 1500万元 以及1400万元 紧追在后 也算在年前替自己赚个小红包 形象健康又会搞笑 一直受到厂商青睐 主持人的部分号角响起 主持家表演 可说是多才多艺 今年接15场 共600万元 达成2.8 虽然赶场累人 但年终我要忘记 可说是艺人歌手的金鸡母 超过千万元的酬劳 就这样塞进荷包 也算是很惊人 不无小补 记者台北纵客报道